今天來看到的是清泉康基地的官兵 今天有集體吸毒嗎 聽說3000多個人 一個一個檢驗 包括你的尿 還有藥檢的部分要了解 這個進行的進度 還在持續的當中 不過來看到 其實如果以我們台灣的阿兵哥吸毒的話 非官曾經吸過毒 另外講非官吸毒 尤其在美國特別嚴重 聽說美國的阿兵哥 就是要給非官吸毒 因為說吸了之後 你會很嗨 精神會很嗨 說出任務會特別的厲害 對 先要講到 剛剛我要剛提到的清泉康基場 我先把它介紹一下 因為清泉康基場很大 所以以前我們在當小隊員的時候 你買新車的時候 清泉康基場是你一個飆車地方 可以時速開150 因為它從門口到它的作戰區 我們叫作作戰室那邊 那段路是很長又長又直 所以這次發現27包毒品 那個精狀的安非他命 實在是很離譜的事情 而且聽說還隨風飄 後來就是當有人就把它撿起來 一看這個毒品是個安非他命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事情也很驚悚 這27包 所以文藥你知道嗎 但是在2009年 民國98年的時候 還有一件更驚悚的事情 台灣嗎 是的 在台灣 而且是有一個戰鬥機部隊發生的事情 那時候就是我們的一個參謀長 空軍參謀長叫吳健行的 吳健行將軍在立法院被巡的時候 他就是有立委問他說 聽說是有飛行人士吸毒 當然吳健行就是立刻就承認這件事情 因為這只包不住火 這一定要承認 先承認 而且軍人的立場來講的話 是我們一定是一個很誠實的 所以他要講說確實是有一個飛行員 一個姓苗的 而且他是在499連隊在新竹市 他是幻象機的現役的飛行員 是個真的是一個很震撼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吸安非他命 為什麼會發現他吸安非他命 因為這個人奇怪 上班的時候精神萎靡 那當然我們有時候警戒的時候 你會因為精神不太好 但是一直有緊急起飛 因為人的激素抗氛以後 你馬上就會恢復 但是這個人奇怪 他還是想很精神萎靡 所以就把他抓去咽尿 一咽尿以後 這個苗性上位確實是有 他有吸食的毒品 就安非他命 那後來就查他的歷史 原來他從高中開始就有吸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們空軍來講的話 是一個相當震撼 因為真的是 我們真的像我當兵 當那麼多年 真的是沒有聽過 所以這個事情 對 所以你就感覺到 這很震撼 對 我要可是更震撼的是美國 美國這種安非他命 我們就有稱它為食號的時候 什麼那個行動藥丸的一些 它也是類似於安非他命的東西 它們是許可去吸的 可以吃到 對 那你會 大家會覺得你奇怪 為什麼可以許可吃 因為我們知道 像我以前飛77的時候 我們長城之後 打比說兩個人飛 七八個小時 特別是夜晚 還真的是很累的情況 但是美軍他們來講 話像F-117的飛機 或F-16 他們不管在波安戰爭 或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他們從某一個基地到一個基地 你可能要飛將近八九個小時的情況下 所以美軍就是在一種合法的情況下 是給他們飛拳 去可以吸種 所謂的安非他命的藥 但是我們知道 安非他命來講的話 確實會產生 所謂的很多的後遺症來講 或例如說你會恍神 你會精神 你會亢奮等等 雖然你可以提神來講話 確實就把 後來就發生一些不幸的事情 大家都就在阿富汗戰爭的時候 就有兩個飛拳開了F-16戰機 就是說也有看到目標了 但是因為我說 因為你會產生 戰時的記憶喪失 就是說甚至你會忘了 你要執行什麼任務 你雖然飛機在往前飛 但是你說不好聽 又已經變白痴了 對不對 就想這就是目標 所以就他看到某一個地方 認為是他所要打的目標 就一枚激光飛彈下去 哇 就死了好多的平民老百姓 這件事情造成美國也很震撼 所以這幾個 這兩個軍人還在 就是說在審 就是說審判啊那些 就會有些刑責 但是美國 美軍還是持續 因為我剛剛講過 因為他在一個 長時間戰爭的情況下 人是需要去 如果說你有產生睡眠的一些話 會影響到戰力 會影響你的任務 所以在美國來講的話 反正安非他命也是 就是說對軍人來說是很合法 但是我這邊還是要呼籲 這次安非他命 真的是不要去吸食 我一個朋友 他就是吸食安非他命 但是他已經戒了 但是產生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我跟你講知道什麼事情 要贏 不是 戒不掉 不是他已經戒掉 但是他的膀胱纖維化 失禁 所以變成說 幾十分鐘 對他的膨尿布 幾十分鐘他上車上車 所以他跟我講說 他很後悔 所以這邊還是要呼籲一下 這個毒品 就哪怕是美國是合法 我還是呼籲 年輕人或者是任何人 不要去觸碰這個毒品 我以為你戒掉